今天帮一个粉丝网友 拔了一点我们农村稀有的农吉利 这种植物呢 在农村可能很多的地方很常见 但是在我们当地呢 是非常非常的少 可以说一株难寻 特别呢 对于一些有脚臭脚痒脚脱皮的人群呢 帮助特别的大 据说在过去的时候呢 也有人呢 利用它外敷呢 治好了皮肤癌 说明呢对我们脚上有烦恼的人群呢 帮助特别的大 所以呢也被我们当地的老人呢 号称为脚气的克星 今天呢也帮这位粉丝呢 拔了有十来科 找了有整整一下午的时间 才找了那么多哈 但是呢如今随着一个年代的埋没啊 很多的人对这种的农吉利呢 都不了解不认识了 所以呢今天就拍期视频 让朋友们呢也认识认识 说不定呢这个视频能够帮助到大家解决当下的烦恼哈 来看一下 像这种农吉利的话 它通常呢生于一些偏沙质的土壤中 比如说河边或者是一些山脚下 比较疏松的沙质突然都会发现哈 今天呢就在我们河边呢找了有下午的时间 找了有十来科左右哈 那咱们呢来认识一下这种植物 看看朋友们家乡有没有哈 就是这种植物了 像这边呢我拔了一颗 比较大一点的哈 这颗呢就比较大一点的 像这一整颗呢应该都有几两种了哈 现在呢已经开始开花结果了 因为也入冬了 这种植物呢 一到冬季的时候呢 它就会枯竭 像这些种子啊 很多都已经进入枯竭的状态了 所以要趁现在这个时间呢 多备一点呢给家里面备用 有需要的网友呢也可以帮他拔一点哈 呃要赶紧了 因为一路冬的话就没有了哈 那咱们呢来认识一下这种植物哈 像这个的话就是它的主金杆了 就有一根到两根这种主金哈 不会有很多的分支 然后上来的话就是它的枝条了 它一根主金杆呢 都会长出非常非常多的侧枝哈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像它的侧枝呢 就是这种多边形的哈 然后呢表面还有一层这种的小龙毛 再上来的话就是它的叶子了 它的叶子呢就是这种长条形的哈 然后背面呢也有一层这种的小龙毛 再上来呢就是它所结出来的种子了 像它的种子呢 现在呢也临近成熟了 像这种呢就已经熟了 转换为黑褐色了哈 它里面呢包罗着有十几粒的这种种子 但是绝大部分呢都是被虫子吃掉了 像这种呢吃掉的 它掉落到地上呢到来年的春天呢 又会继续的繁殖 所以这种植物呢它有的地方呢就会生长很多 没有的地方呢一棵都找不到 它的学名呢就叫做农吉利 有的地方呢称它为纸花野百合哈 我们当地的老人呢都是根据植物的价值里用途来给知名的 像这种植物的话就被老人们呢号称为脚气的克星哈 所以大家呢有必要认识一下这种植物 很多的人都说为什么不介绍它怎么用 因为我个人呢没有相关的知识 对于它的用途呢也不管去乱说 所以呢网友们也不要介意 不知道朋友们对这种的几花野百合有多少的了解 大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一下 好了本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看农村的也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